春季来临时,对于每一个渴望拥有翠绿草坪的人来说,草坪通气打孔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 这一步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的结构,使空气、水分及养分更容易到达草根,还有助于防止土壤过于紧失,改善水分的渗透能力,从而促进草坪根部的健康成长。 特别是在加拿大这样的地方,4月份正式开展这项工作的黄金时期。 对于那些拥有大片草坪的朋友来说,可能会觉得手动打孔太过劳累,这时候租用一台草坪通气打孔机就成了一个明智的选择。 再像Home Depot这样的商店就能租到这样的机器,而且预定过程非常简单,既可以在线预定,也可以打电话预定,非常方便。 一旦预定成功,您会收到一封确认邮件,然后您只需带着信用卡和身份证前往店铺的租赁中心,即可轻松领取到您的机器。 这些机器的租金大约是每4小时94加元,而且通常不需要额外购买保险。 然而,机器可能难以触及草坪的每一个角落。 对于这些难以用机器处理的边边角角,可以使用人工打孔的方式来处理。 市面上有一种名为钉鞋的工具,它们装备了尖钉,穿在脚上就可以在走动的同时对草坪进行通气。 这种方法简单且经济,特别适合处理小面积或者不规则的边缘地带。 使用草坪打孔机之前,记得先清理草坪表面,把石块、树枝和其他杂物清除干净。 此外,最好选择在雨后一两天进行打孔。 这样的土壤条件既不会太硬也不会太湿,非常适合进行打孔操作。 确保机器的油量充足,所有的螺丝都已经紧固,并检查切割刀片是否锋利且无损坏,这样才能高效安全地完成工作。 操作时,把机器放在草坪的起始位置。 启动后,根据需要调整行进速度,慢慢推进,确保每一处都均匀打孔。 为了覆盖整个草坪,您可能需要采用交错的路径多次覆盖为处理的区域。 完成打孔后,适当施加一些草坪肥料并浇水, 这样可以帮助草坪更快恢复,同时让肥料更深入土壤,促进分析吸收。 记得使用完毕后要彻底清理机器,特别是机器的刀片和活动部分,确保没有泥土和草屑残留。 检查是否有损耗或需要额外维护的地方,然后将机器存放在干燥的地方,以备下次使用。 最后,千万不要忘记归还机器,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额外费用。 与轻松携手,助品牌飞翔。